hello 大家早上好 我是保持哥 今天一早是五一 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配锦盒的地方 把昨天那个康熙的三多纹开窗 麒麟像狮纹的这个瑞瘦瓶给他拿来配一个锦盒 这里有一个煤瓶还不错 这个样式挺好 一开始看到它这个花卉 满地花卉开窗的这里面 画的这个是狮子 这边画的一头像 画像的很爽 然后这边画的是奇林 画拼真的很不错 然后底下它是那种有点那种 土雕的 土雕这种连半纹的这种边饰 还是很漂亮 一款是一个树叶管 一个老康的 蛮不错的一个青花 其他没有毛病 谁看中了我来帮他来拿吧 里面呢它是有一条摇线在里面 口音有一点点 主要是里面 谈了一下还是灰浪给我了 本来我想放着 回头给你们买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就把它先拿下来 老板在吗 这是昨天晚上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重器 昨天晚上大家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重器 这么大瓶子的盒子 让老板找一个 就这一种 就这一种 然后这个也是持续做好 非常合适 这个就给它配好了 现在把它放进去 今天给朋友打包发出 这个物件非常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收藏 三多纹里面的开窗 青花地留白的三瑞瘦土 所以非常之少见 这个是石榴 石榴青花地 这个留白的画的一筹大象 这个大象的风格就典型的 这个明末清初 清早期的风格 在崇祯顺治抗泣时期非常典型 包括这个七零土 这个是一个佛手 在佛手里面用青花地分水 留白这么一个七零土 然后这边是一个狮子绣球土 这是一个兽陶 所以它的品种题材是非常少见 非常珍惜的 这种样式其实比很多官窑的题材 都要好 等级都要高 虽然它是明朗器物 但是它的等级非常之高 所以也是难得 上下在这个口部和这个进部 都有这个浮雕的这种连半纹和卢翼纹 那么我会觉得它是有这种凹凸感 整个器物上下分层有七层 绘画都非常的精细 底下是一个树叶款 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康的 热针器物 而且总体也非常完整 所以这个给大家再回顾介绍一下 东西是非常漂亮 昨天晚上分享的时候 也是非常多的朋友 在争抢这个物件 然后最后也是被 具有实力的一位朋友给拿去了 更多的加持宝贝 大家持续关注 一起交流学习 拜拜